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剛剛已經寫完自己撰寫的VBA程式 我先把它放在Module 2 Module 2裡面基本上就兩段的SUB 一個是門號公式 然後一個是清除 這兩段程式,其實雲端上面也有 你只要照著把它打上去 然後打在對的位置上面 接下來就試試看把它RUN一下 RUN的話它就兩個,一個是清除2 一個是輸出門號 所以你清除2的話輸出,這個應該就是把這個東西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你可以看到結果就是這裡面變空的,所以這個是清除 所以以後你假設 要把某一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清空,最簡單的方法就等於兩個雙以後 中間記得不要加任何東西 OK 輸出公式的話就是直接把公式丟進來 接下來的話 我們如果希望它能夠從頭到尾幫我把它執行完畢的話 這個地方我們就會需要 在這個程式裡面加一個所謂的回圈敘述 所謂的回圈敘述,顧名思義就是說 幫我重複做一些事情 哪些事情呢 主要是把原來的列號本來第2列改成第3列 一直改到最下面 最下面一列的話呢 是哪一列呢 你看按下Ctrl向下 這邊就有 到101列 的位置停下來 所以 藍需要改,藍不用改,因為都一藍 所以 這裡的話你可以 需要 你需要用到一個所謂的回圈的敘述 將來如果你假設你希望 把這個公式輸出到剛剛所說的這個範圍 第2列到101列的話 那很簡單,你只要學會一個叫Fall的回圈 Fall回圈的敘述是這樣 你打一個 在那個sub 第一行的地方Enter 讓它控一行 然後打一個Fall 後面加一個i 這個i呢 是一個變數 指的就是說裡面的你要 從哪一個 等於 等於後面加一個2 你希望呢 這個i的數字 從哪個數字 變換到哪個數字為止 那你可以第2 到 2 101 其實這個迅速還蠻直覺的 意思是說 幫我改變喔 改變從 3 4 一直到101 停下來 OK 然後Enter兩下 一般 習慣呢 在後面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那NAS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有Fall就有NAS了 意思是什麼呢 它會幫你把程式再跑回去 也就是說它第一次會先產生2 NAS之後呢 再跑回去 i就會變成3 跑到NAS又跑回去 所以它基本上就一直往前 反正第一次一定是2 NAS之後呢變3 變4 一直到101停下來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把剛剛寫的這一行 搬到這個中間裡面 然後一般習慣是按個TAP鍵 這個TAP鍵主要的目的 就是讓它 往後面縮排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一般習慣是這樣的架構 就是這個回圈裡面 幫我執行這件事情 那在這個Fall跟NAS的中間 這個i的值會變動 它會怎麼變呢 它會先產生2 再產生3 再產生4 所以喔 如果你把Sales裡面的這個第一個數字 2 假設你把它改成i的話 它會怎麼變 我直接執行給各位看 其實它執行就這樣 你會發現一下子全部幫你執行完了 為什麼呢 執行到多少 101 也就是說 它會先產生2 所以12丟過來 你會發現呢 丟的東西雖然如果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 但是呢 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丟的東西都一樣呢 其實可以理解 這個後面 理論上應該也要跟著改 因為這邊是2 i 把原來2改成i 可是後面這個並沒有改 那不過後面要改的方式 跟前面不太一樣 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Sales 這兩個 参數 其實都可以用數字 但是喔 後面這個是一個什麼 前雙引號 後雙引號 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你不能直接把i放進去 那如果你要把 i 跟文字串在 因為i是一個數字 數字跟文字如果要串在一起的話 那它的規則其實跟那個 Excel裡面公式一樣 用and符號 然後把它串在中間 那怎麼串喔 跟各位講喔 所以喔 接下來 首先你找到這個2的位置喔 那你需要怎麼串 一般習慣 或者你記口訣好了 我的口訣是這樣 雙引號兩個 兩個 先把2選起來 兩個的話意思是把 一個字串切成兩個 所以它 變成兩個字串喔 有沒有 變成 這邊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那中間要串的話 記得用and符號 然後呢再把i放在中間 這樣就OK了 這樣完成 第一個 那如果說啦 你覺得喔老師這樣不好記 怎麼辦 我自己習慣這樣啦 背一個口訣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 記得喔 因為VBA有個規則 就是and的前後 跟英文 一樣去 英文的方式一樣 就是中間一定要加空白 所以你再把他前後加空白 OK 這個一樣喔 所以喔 這個口訣 先選取 你要改變的那個數字 然後呢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呢把m的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還蠻好記的 那至於為什麼這樣做 我剛好提過 就是要把一個 變數 其實就是一個數字 放在一個文字當中 你不能直接放 你直接放他一定出錯 好那放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事情應該就做完了 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底下 所有的程式 瞬間就完成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 那個清除部分 一樣 所以清除的做法 跟門號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 貼到他的上面 有沒有 那底下一樣是 把它改個next 然後把這個按個TAB鍵 讓他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 然後並且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然後呢 你就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樣執行 輸出 執行 OK 所以今天的 練習大概就這兩個 然後 比較會有問題應該是這一段 所以這一段的話 記得我把那個重點再 跟各位 講一下 當然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原來是這一段 那記得第一個你現在上面 先加一個 4i等於第2列 到第101列 然後當然你要打 Enter兩下也可以啦 或者你直接在這個下面打一個next 然後這邊按一個TAB鍵 這邊把它改成i 然後這邊改成i 改的方法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and把它控格 那當然呢 還有一個更快的方法 如果你到後面還有 6 這邊其實是啦 不過 應該就是之前那兩列刪掉而已 然後 這個的話其實可以 另外還有更快的方法 你 把雙一號到雙一號這個範圍複製 貼到這個什麼 這個 後面的這個數字 上面去把它蓋掉 其實這樣也可以啦 OK 有沒有 也就是長這樣 算號兩個 然後 再and兩個 再一個i OK 大概這樣的結構 可以把它完成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 我們 假如想要把它變成按鈕的話 那其實當然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把這兩個刪掉 重新做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不要刪掉 你直接改它 那改的方法很簡單 按右鍵 指定聚集 也就是修改它原來的指定聚集 本來是串接嘛 我現在不要叫串接 我叫門號公式 那你 選完之後 它將來執行就會是 執行 剛剛我們自己寫的 那名稱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名稱 Ctrl C 按確定 並且把上面的名稱 一樣把它 變成 叫做門號公式 清除的話 一樣可以重新指定 叫清除二 把它改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把它執行看看 你會發現 它執行 就會是 會跟那個上個禮拜聚集 其實禮拜上結果會一樣 但是 差別就是 一個是你自己寫的 一個是入次的 那如果入次的 如果它 相較之下 自己寫的 有個優點 就是簡短 第二個呢 你完全可以掌握 你到底在做什麼 那入次聚集 變成它幫你產生的 所以今天的 作業 請各位 試著把 先產生 Module Module 2 然後寫這兩段程式 OK 然後把它 存檔 繳交到Poto上 就完成今天的練習 OK 畫面 先 還給各位一下